Result 我们先来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念成re 念成re 第二个音节念成result 这个字中音节落在第二个 我们英文就念成result 那result这个字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的时候是属于不可数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结果 好 那么英文解释来我们来看一下 Something that happens because something else was done before 好 所以这是一种事情 好 一种事情 result就是一种事情 什么事情呢 后面用一个that所引导的一个字句 好 来解释一下 看看这个something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something的内容就是它发生了 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because something else 其他另外一件事情was done before 在这之前因为这件事情被做了 所以发生了产生了另外这件事情 所以被产生的产生这件事情 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结果 英文就念成result 好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例句 Kevin forgot to take his key as a result he had to wait outside until his mother came home 好 他说Kevin forgot to do something 好 就是忘记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片原的常见 对不对 好 as a result 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法 各位同学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as a result当成是一个as这边是一个解析词 后面接一个名词result 变成一个介细词片语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结果 好 他注意哦 他用法通常是放在句首 然后有个逗点跟后面的句子把它给隔开 所以结果就是后面整个句子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整个句子呢 就是前面这件事情的结果 好 所以结果怎么样呢 he had to wait outside 他就必须要 这片语大家都很熟了 必须在外头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好 各位 这边的until呢 它就是一个连接词 引导一个时间副词子句 所以你们发现呢 前面后面呢 有些主词动词 主词就是his mother 他的妈妈came home 他一直必须要在外头等 等到他的妈妈回家 好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 什么事情呢 他忘记了 携带他的钥匙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one possible result of lying is that people will not trust a liar 他说呢 one possible result 有一个可能的结果 好 什么东西可能的结果呢 of lying 这边接系词评语 用来修饰前面的result 说谎的结果 一个说谎的可能的结果 is that 就是什么 这个that这边呢 引导一个名词子句 当作前面的result的这个字的主词博语 好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people will not trust a liar 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一个说谎的人了 好 所以这边的result呢 这边当作一个名词 那result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名词之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类 这个词类呢 就是所谓的不及物动词 好 所以不及物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所谓的发生 或者是产生 来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heavy rain resulted in a flood many houses were ruined 好 他说呢 the heavy rain the heavy rain 指的就是大雨 很重 heavy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很重的 对不对 这边不可以翻译成很重的 这边呢 翻在雨的前面 就翻成是所谓的大雨 他说这场大雨呢 resulted in 这边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片 就是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a flood 是水灾 好 因此呢 many houses were ruined 有好几栋房子呢 were ruined 都被毁掉了 好 所以呢 看到这边呢 indy呢 跟各位呢 补充两个片语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resulted in 另外一个result 后面接from 注意哦 这两个字 都是跟原因有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result这个字 可以翻成结果 对不对 好 所以resulted in 特别要注意到的 resulted in 后面接的 要接的是结果 好 相对于 in的后面 要接什么呢 就是要接所谓的原因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就resulted in 后面结果 然后我们中文呢 就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resulted in 后面接结果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前面的雨水 导致了那个 那个洪水水灾 对不对 所以呢 雨水就是水灾的结果 所以呢 雨水导致了水灾 这个样的结果 所以in 后面要接结果 好 所以resulted in 然后怎么记呢 Andy有一个建议 可以给一个同学 给同学的一个建议 你可以这样记 in跟果 in果 念坏的就是 因果因果 因果关系 互为因果 有in 后面就接果 你就这样子去记它 希望对同学会有帮助 那除了接in之外呢 我们后面还可以接from 那from后面就不一样了 相对于因果 那from后面就要接原因了 好 所以说呢 这个resulted from 我们中文就翻译什么东西 就起因于 起因于什么样的原因 后面就接那个结果的原因 OK 所以就resulted from 所以是resulted in 跟resulted from 这两个片语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希望同学能够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当名词的时候 念成result 它的意思当结果 刚做动词的时候 也是念成result 拼法一模一样 中文翻译 发生 或者是产生 重要的片语resulted in 后面接结果 resulted from 后面接原因 不过 我 不过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